不知不觉已踏入五月份,众所周知,香港股市向来有五穷六拙七翻身一雪。 不知时,港股大跌近六百点报收,未知是否正为股市的五穷月遇热,尽管本港股市与楼市向来息息相关,但其实两者走势未必一致,不者很有信心,今年五月份楼市大有可能以量力表现破除五穷月魔咒。 近期楼市上升动能相当充足,除了上一期尊难提及的双引擎因素外,尚有不少其他利好因素刺激楼市表现,例如日前美国联储局公布最新议息结果,毫无意外地持续维持利率于低企水平,加上资金泛滥,对本港楼市具支持作用。 事实上,今年楼市表现正渐渐回暖。美联楼价指数首季升约1.8%,最新报167.81%,本年预金更陆近2.7%升幅。 六次季楼价或再升约3%。世年升两季,位置2019年上半年后首见。 至于反映市场真实用家情况的租金指数亦同步上升。 美联租金走势图3月以实用面积计算的私人住宅平均赤租报约34.3元。 按月回升近0.2%,连跌6个月后开始止跌。 另一方面,一手市场经历短暂回气后,5月份新盘即将浪接浪式英市,当中不乏大型触目全新盘。 目前更以录得不逐入票反映。个人预期,5月份一手成交量料可超于2000宗,甚至达约2500宗水平。 世成今年最旺月份,为楼市更添动能。 不得不提的市,包括发展商,买家及业主在内的市场心态,亦齐齐为楼市投下信心一票。 最近本地大型发展商成功夺得香港上水股动地,叫价格市场预期上限大幅高出四成。 足见发展商真金白银地对后市发表其正面乐观的看法。 近来业主对后市乐观心态转强,叫价空间不断收窄,不减返家情况屡见不鲜。 美联信心指数,MCI,最新指数报67.1点。 按周微星约0.3%,稳企于指数平均值。 逆迹楼价好淡分界线之上,反映业主减价意欲不大。 综合美联分行资料。 统计4月19日至25日的一周。 全港35个大型屋苑合共6134宗成交。 较前一周大升约25%。 更令破百中纪录延长至连续10周。 可见买家在业主企硬下依然积极追货。 造就破顶价一再涌现。 综合以上种种。 可见本月楼市动力充足丰收在望。 破除五穷月市指日可待。 故此,精明的买家应及早入市。 买在楼价未升前。